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展開國事訪問 在星期六晚間特朗普落飛機後 直接前往美國駐日本大使官底 他在那裡會見幾十位日本企業界的領袖 並且發表了講話 特朗普對日本的企業家說 他說他可以以事論事地說 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從沒有好像現在那麼牢固 好像現在那麼有力 好像現在那麼緊密 對於他們所熱愛的兩個國家之間的經貿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 特朗普說希望美國和日本將會很快 能夠達成新的貿易協定 特朗普說在日美貿易當中 日本多年來是佔了優勢 但這個沒什麼 這個可能是日本為什麼喜歡美國的原因 特朗普補充說幾十年以來 日本在美日貿易當中的巨大順差 將會變得比較公平一些 特朗普這次訪美總行程 將會更多地聚焦在拍照的機會而不是交易 這個可能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意為之 安倍與特朗普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兩個人見面或交談四十多次 白宮方面說這個是絕對史無前例的